这里看到与昨日的采访一致 维森是又一次的赞美了SUK的指挥能力 上场比赛也确实是通过自己的指挥能力 把他们四男一车运到了飞机坑 但凡在那一波作战周边的人没参与的话 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打下 不过先来看看正在逼近山顶的麋鹿 最后这是准备好的一颗顺暴雷 削残了麋鹿的血线 直接也把它喷倒 苏南想包侧翼 但是这边人比他想这么多 后面的枪线有点没来得及跟得上 这个时候竟然还是要进一个天开头的单条 天直接瞬间爆头把对面放倒 没问题 现在要接下Demo 接下Demo是最关键的 冲锋枪之间的一个较量 切枪以后有后面山智的一个帮助 那这样的话 把Demo压制一个残血 山智再次赢下单掰 那这样的话决战紫金之巅 Godless大战山智 不断地拉扯 现在SC的优势是离自己的队员更近 要直接应对嘛 山智 有差一点点就被这颗手里淘汰 他现在只要再中一点点火就要倒地 但是在最终时刻山智赢下了光明顶的最终角 而且来得及服 三名队友凹带服 但是山智妈妈他能做到 天哪 山智 你在山顶的这几波作战 有几分像从前啊 终于可以迎来一次 在北部顺位所应有的优势了 看看TT 又一次的和隔壁的邻居竞速 太大兴 这一次可不能切磋 切车换位扫射了 前方有很多的石头啊 但是King刚刚切车换位扫射的他现在切换自己的身影来到了炮楼 要被队友保驾护航和龙仔的位置就在他们的侧翼 龙仔是整个团队拉到最外围和最暗的人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选择 但也能理解因为更多的队伍是从南边来嘛 北边没有那么多人 就FlowerC刚才被龙仔给逼位置了 然后转身也呆不了 直接是被Paragene给放倒 那一波仓促的落位啊 让TT腹背受敌 损失了花痴一名大将 太难受了 所有的人都落在这个炮塔 那就代表着他们的载具几乎是不能再用了 只能说是在目前这个偏中心点位啊 但实际上是在阴阳圈面积较小的 南边 他只能等待着圈形刷新 否则就得艰难过河 只能赌一波了 没有什么可以用的载具了 因为就我们看到童家宝在他旁边啊 在他河对岸的这个阵型是比较立体和完美的 炮楼岸边房区里该有的位置全都有了 而TT这里我们再看 他只是一个漏风的小烂厕所 加上一个炮楼的结构 不仅是烂厕所 而且还是个烂描具啊 是啊 太大心连鸡苗都没有吗 连这个红点都没有用鸡苗打 苏南这个时候助手在小剑坡的深圳STE 是又收获了一个基岛 DRS还集结在集装箱附近啊 本身因为他们是在12宫附近的跳点 那随着圈行的一次北去之后 目前还是被卡在了南边的城区里 哎 这样的一次换位扫射 给到了白小春 技嘉的射击机会 两个侧身 没有任何的问题 再看到Dork白小春丝滑的转换 属于天霸的正面作战 这场比赛来得太快了 已经斩获了八个淘汰 停滞也是个人拿下三个 当然也包括了白小春 刚才这一波无比丝滑的拉枪 哇 这一波自己切车扫射引起对方注意的操作 还是取得了成效 放长线钓大鱼 这鱼马上上钩了 先把这一次进圈 虽然速度慢 但是时机啊也真的是恰到好处 埋伏是终于打得恰当正位 那对于现在整体比赛的节奏啊 PEL队伍已经是赢下过好几局正面的作战了 现在KSG属于他们的正面作战 或许马上就要来到了 就现在我们看到一个直观的体现是被淘汰的三支队伍是分别来自于SEA赛区和CSA赛区 目前PL战队的遭遇战士都占据上风 全新要刷新了 南边的面积很小啊 继续向北的话 哇哦那刚刚卡在对岸的DXT等队 这是又一道巨大的难关啊 没错 而对于刚刚来到北边的天霸此时此刻竞圈又将面对太龙 看看领域的选择了 看一下刚刚的回放 先这里是因为两树的夹击 但山智它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 这一颗手雷是把它几乎炸倒 看到了对面露出头以后 真的是太果断了 哇真很果断 因为我们刚刚在第三视角回看的话 以为对方是一个大干拉 但实际上在山智的视角当中 只有一点点小头而已 这就是我们的红点之王 他很自信 他知道对面已经健康值所剩无几 只要在命中的关键的一颗子弹 就能够形成团面 有点潇洒 而另外一边KFC的正面团战来了 他的对手是VPE 这是飞机坑 另一边ST面对的是DRS 也是似乎取得了一个卡点上的优势 微笑也是再一次的打开战局 是的 特意的KFC的微笑非常的关键 但是他被TonyK的一颗雷远距离放倒了 超远距离的投掷 三分球空心命中了 这TonyK的三分球石成库里扔得太远了 相当的夸张 那现在对于KFC来说很伤低一点 在于侧面关键枪线没有了 是的 现在KFC后点还挂了一个枪神 如果说不能直接来到飞机坑的话 VPE展开枪线 KFC恐怕难以招架 Vebo Gaming这个枪线已经把Boom削弱至了 今年只剩着一个魅的单兵 但SUK要小心 侧翼还是有着DX战队在核对岸的袭扰 他不能完全地专注于压米魅的方向 但维森和他合力最终将Boom战队 也是相继收下 瑞Z这个位置才刚刚来到核对岸 我相信Vebo Gaming完完全全地把握住他的位置 收下他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瑞Z没有停车的机会了 没有任何停车的机会了 直冲在车上被扫掉 是 有野猫 收下了炸弹狼 而另外一侧天霸和太龙的作战还在进行之中 轻智已经斩获本场的第四个淘汰了 残血面对对方的满血 手里的雷会取消吗 不取消 要是爆 来到Links 直接引爆Links和自己 轻智这一手自爆战术玉石俱焚 但重弹就给到了后方的顾GG了 轻智这一波潇洒之余 还是有一些危险的 是啊 看看领域和其他的队员在上帝视角 如何指挥GG了 这种位置很难指挥 上有KSG 下有微博 闪径 昨天的闪径 他这个时候应该也不太能够帮助GG了 他的静在闪 他的人在闪 他的盒也在闪 这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当微博gaming 也是抓住了KSG率先又露出来的身影 这场比赛微博gaming 他们打中远距离的气息 他们的秀节真的是异常敏锐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那么多职业选手 都会对SUK的指挥暂不绝否 现在的微博在整个安全区的东部 是呈四点排开的 拉开的位置非常大 他们刚刚在南部敲头完成一波作战之后 杰克野猫就来到了北边 那个经常在赛场上两眼放光 虎视为单单的维森 这样说到SUK的指挥 总能让他们找到抽把的点 这一次的抽把机会就在眼前 再看这边 深圳STE面对的是蒙古STE 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亚洲唯一的STE 苏南上吧 这个时候迷路的过点 还好没有被击倒 关键的一个挂后点位 暂时能够挺过来 但因为STE还是属于先动的这一方 天在侧面被Crit放倒 不行 这样的站位会不断的被守雷洗扰 高点的人 山智直接被对方抱头 后点的苏南 这颗雷如果不创造击杀的话 恐怕难以招架对方的多人正面进攻 我先说一句 谁是亚洲唯一的STE 咱们下回再定 下回再定 先打下第一波吧 苏南弹血 迷路把雷取消了 不用雷的话只能正面了 没有缝隙之中是被Fairless发现 一颗脱手雷补掉了自己 只剩下弹血的人了 除断的扫烟 迷路就在山的对面 迷路先打一个单掰 但是面对Crit的喷子 不敌 大家你刚刚说什么来着 我说下次再定 谁是亚洲唯一的STE 这件事情不是简简单单 一次证明作战就能够决定的 但我敢肯定 Fairless他们绝对是蒙古唯一的STE 是这样的 没有问题 不过随着这个安全区的刷新 我们一直提到的TT 在炮楼真的是出不去了 太难了 就童家宝这里真的就是 铜墙铁壁一般的阵型 应有尽有 高点高点枪线 侧翼侧翼枪线 龙仔这里稍微看一下大虾 看一下DX 其实在这个位置 我们又可以挤出一些时间 夸下龙仔的选择了 因为这个航线的原因 和安全区的原因 童家宝是唯一的一支 从北边来到四合院的人 所以他可以大胆地迈过这个盒 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南边 因为他身后几乎是不会有人的 正是因为龙仔踩到了这个点位 TT才会很憋屈地 一直在炮楼龟缩 最后的地形本身也是一个大缓 我这里天然就不会有什么 太多的强编制 给到童家宝 四合院压力 四合院就是专专心心地 在这种阴阳圈下 爽卡南边爽抽吧 说到爽抽吧 就不得不提维森了 也不得不提到SUK 再次带领团队 来到了面对DX 一个居高零下的合围之势 东边清完了 集结南部 把所有的人给我解决掉 那现在赛场上 剩余海外战区的战队 已经不多了 而且多为残边 这里DX Neddy是甚至没有办法 直接登陆的 南边两大满边 微博和童家宝 感觉这两队 都是有着相当大的 本场比赛持极可能 微博可以大胆地 在南部继续地做动作 因为高零点SUK 持续地都在观察点位 但现在微博需要注意的是 最好不要离再去太远 如果下一个安全区刷新 很极端的话 他们或许会丢掉 圈中心位置的优势 指挥像素正在做着 这样的考虑 它已经拉到了 圈形偏于东部的位置 北边传来了 蒙古ST KSG和TonyK 几人互射的声音 微博gaming 它没有像上一场比赛 HC一样 过度地专注于一个方向 而是将北边 拉开了自己的阵型 他们想把圈形里 更多的信息都吸入自己的手中 微博突然建直北方 河岸的人留一个维森抽 把另外三个人来北边平推 但是北部的人有点多 至少是有五个的 看看SUK怎么选择 TonyK这里 是微博gaming 是有机会打背身的 而且隔着TonyK 面对着Alex 实际上相当于是可以借力打力 与TonyK一同给到蒙古ST压力 现在微博的这个地形 你不往前方继续探踩 这个高坡的话 你也看不太到 Sancho的那个位置 也能压制一波微博 TonyK 这个雷加枪很难很难了 只差一丝丝的健康值 安全区给到了中间 微博必须要提速了 SUK出枪 把Fearless给打倒 Fearless 它是一个挂后点位 那像素这一手远点击倒 会让ST的节奏大乱 就算要服的话 他们的阵型也会完全被打散 那这样的话就是 微博三人防止北部的五人 而南边维森一人 将要对抗童家宝全队 而且这场比赛 TonyK真的很给微博 gaming面子 蒙古ST几人打TonyK 这连续打了一分钟了 就是硬生生没有打到 这样蒙古ST始终得分心 他的天才的能力 是点在了存活上 就微博 gaming 甚至我在考虑 他们是不是故意不着急 先不打这个TonyK 让TonyK进一步的 给到蒙古ST压力 给到人多的一方 让他们没有办法两边自顾 其实主要也是 不太能看到TonyK 看不到 要踩到这个高坡上 但一踩高坡 蒙古ST就能打到他们 那既然现在这样的话 我觉得微博是可以 把自己的阵型 稍微再回收一下 微博 gaming又调整了 现在阵型拉得越开了 拉到最南端了 维森又在看 童家宝的方向 现在是不是有些 阔度分散呢 这让我稍微有些担心啊 不是TonyK还活着呢 还活着 哇 TonyK终于终于终于 被Krita给淘汰了 但作为一个独狼 我不得不说啊 作为CSA本场比赛 最后的独瞄 他打得确实足够顽强 随着TonyK被淘汰出局 现在的局面 已经非常的明朗了 微博把北边的蒙古ST放掉之后 反倒让他们拥有了 更多调整阵型的机会 S2K的这个站位 确实给到了压力 但是在南边 维森的那个点怎么办呢 他们不在圈啊 看到刚刚 如果在北边打山地战 不好给到蒙古ST 太好的一个限制机会 所以索性不如把童家宝 完全地封印在过马路 来到这里的反坡 这台车千万不能被扫爆 扫爆就没机会了 这一次转移 应该是微博 gaming 比较大胆且冒险的一侧 那最终也是成功的建议以后 童家宝依然还是被限制在了 这个最后的反坡 圈形已经是这个阶段六 给到了童家宝 最后一撕的位置了 那如果说三队保持 目前阵型的话 童家宝在下一个季度 已经先被解给 命中头部放倒 直接要冲吗 这要第一时间吃雷的 看看龙仔手里的雷 扔得准不准了 能够顶住 有点准 但是没有能够直接毙命 龙仔的伊克雷 关键时刻把声声声杀到了 龙王发威起来 确实也得给新队友 尝尝他的威力 后点 这个时候也是倒地 如果要富人的话 潜艇的人火力就不足了 特别是北边蒙古STE 还在不断地拉扯位置呢 要不然这一波咱们先停火 蒙古STE 正在逐渐地向这里赶来 而且他们没有从正北赶来 而是绕到了一个偏东部的方向 微博Gaming是有SUK在看的 但是对于蒙古STE 一旦站稳这个反驳来说 微博Gaming瞬间变化为了 被两面包夹的一个状态 野猫先扫一个 再来一个 顺道两人 野猫 小陀罗他依然在旋转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自己的队伍只有两个人站着了 而且身后还有蒙古STE 这个时候得续烟 这个时候只能续烟了 维森旁边根本没什么延底 而且前面的花花跟怪咖全都在 背身马上就要被蒙古STE看光了 往前顶了 状态打起来了 但是在烟雾的边缘能看到什么呢 一颗闪先补一下 创造进攻的机会 出后的怪咖 准备打一个单挑之后 维森赢了下来 直接淘汰了通家宝全队 维森来到新阵容以后 也没给通家宝老洞家 留什么情面啊 但是很可惜的是 蒙古STE已经全员压进了 这从点位到枪线 到人数上全方位的一个压制 现在微博更运除非有什么奇迹般的对象 否则确实蒙古STE可以说是 拥有着绝大的吃鸡概率 先反打一个 野猫 还是野猫 反打了一个很关键 最高点的人被拔掉之后 现在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刻意了 再放到Fearless野猫 持续输出 二打二了 先逃雷 定位的人位置很精准 另外一次的街 倒在了对方的枪下 这是小将军 无论结果如何 但今天的野猫 你是疯狂的猫 站起来继续地输出 Alex只要露头就被打蚕 而野猫凭借着一个软性掩体 还在朝低点的人输出 先得处理一下Sentier的一个方面 他的载具是更好挡上方的Alex的 现在对于Alex而言 他不需要做TED的动作 他有掩体有圈 而对于野猫而言 只能干拉对方 最后在双方不能自顾的情况下 野猫遗憾地 没有能够独狼吃鸡 但是 我觉得对于野猫这样的表现 我们也不需要会逊色呢 目前从微博gaming 他们的状态来看 就是四人四合的一个表现